今天有上百名的高雄民众 他们说 看不下去融化反反复复的态度 因此闯进了大设厂去抗争 那么融化从事件发生开始 公司的股价是直直落 已经掉了三根跌停板 今天的伪卖章数仍然是高达9.3万张 加上之前投资错误的太阳能亏损了上百亿元 传出就有会计师帮融化算一算 评估说他最多只可能拿出84亿来赔偿 不过融化说如果检验出来 结果他们要赔的话绝对不回避 而且也没有赔不起的问题 不过融化在刚刚发出的最新的消息 为了参与罹难者的功绩 从8月6号开始要停工4天 走走了30条人民的恐怖气暴 绝对不能再重演 因此高雄市议员跟十多名民众 到融化的涉化场抗议 并要求要公布公共管线的分布 融化主管宇诺三天内回复 受到细胞案的影响 融化股价连持了三根跌停板 7月31号售盘价25块钱 周二跌到了20.15元 远低于每股净值26元 更令人不安的是 融化转投资失利 负债上百亿元 已经向经济部申请纾困 常占能力备受质疑 对此融化表示 手机的财报资产总额577亿元 没有赔不起的问题 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外界也睁大眼睛见识 记者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